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翻报的重点新闻 陆官媒大陆第二季GDP年增速料于7% 第二季度刚刚结束 中国官媒证券日报访问多名经济学家 普遍认为在去年季底偏低下 本季GDP增长有望在7%以上 并带动上半年增速达到6% 分析师指出 经历一季度较快的低位回升后 4月份经济复苏力度开始转弱 5月份消费 投资 工业生产等宏观数据 偏弱势头还在延续 二季度GDP增速有可能升至7.5%左右 这意味着上半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% 旧青年失业率大陆引导毕业生下乡 大陆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官方除了想方设法创造就业机会 近期也研议推动乡村就业 包括原有的三支一福 让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 扶贫 织农 织医和支教工作 广东则发布三乡行动方案 将动员30万青年下乡新乡 数据显示 大陆4月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 高达20.4% 创下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 国泰航空增路级空复原 扩大普通化服务 香港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 日前发布致员工信 公布毛毯风波改善方案 其中包括提升服务文化培训 扩大普通化服务的范围 招聘陆寄空服员等三方面 国泰航空会优先在往返中国大陆的航班 增加讲普通化的空服员 再逐步扩展至其他航班 中天中望 顺利报道